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特别想张罗事儿 他那时候特别想跟我 叫我来帮着做 后来一看我竞选了 那惹了麻烦了 这个明镜与点栏目 他还挂口头 你赶紧怎么那么冒失嘛 所以这件事儿 所以后来他们搞什么走向未来这事儿 都比我的事儿 因为那时候是打入令策的 所以当时很多这些活动 因为在竞选之前 我在他们这个圈里算还是 比较混得还算不错 你看在80年吧 就80年夏天 在竞选之前 秋天吧 他们在北京民族文化工 召开一个会 叫什么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座谈会 那个什么李鸿林 当时这个中青年理论局副局长嘛 张显阳 保尊兴他们都去了 对 李鸿林后来还站到福建去了嘛 对 站到福建去了 那去他们就一个讲话 然后第一个叫这些 我们这些 这些 新科的这些中青年理论工作讲话 第一个就点名叫我讲话 所以他们那儿还很气重啊 当然后来一选举 那都知道 这个有麻烦了 当然也觉得问题不大 过一阵丰收过去就算了 当然确实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从81年毕业 一直到83年 就无业游民 当了两年的 这个无业就是领助学金 然后从83年到85年1月 这段时间就是在北京出版社工作 到了85年的1月 就等自己调的 调到北京 北京社会科学院 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社会科学院 这中间呢 还有一点一个小故事呢 就第一 那个时候政治气候又暖和起来了 第二呢 就是那个从台湾到美国 然后到中国去的那个学者 一个学者 陈古硬 大家都知道 台湾原来学运的一个风云人物 他那时候到中国去讲学 他在海外看到我的言论词以后 非常感兴趣 他跟北大那校长说 他说 他一定要见见我 这样子 我跟他就见了面 当然跟他见面 然后他还跟学校党委说 他说怎么 还不给人家 怎么教人家做这个工作呢 另外 那个时候 我的学位证书一直没给我 我学位是通过是百分之一 开始通过是买票通过的 但是后来发证书的时候就没给我发 然后他还催 当时北大的想就是张 丁世孙 当时就该答应了 然后很快 学位证书就给我了 然后很快这边 我联系自己找工作 就没有任何阻力了 也就是 也最后本来就没什么事了 有人去推这么一把 他就 事情就变得好转了 这样子就去了这个北京社科院 北京社科院当然日子就好过了 第一 你北京出发的时候你要做班的 对 学位语可以再加点分数 对啊 一个礼拜去一两次 你想 一个月 大家一个礼拜不见了都还挺想的 我往前面聊聊天也没正事 大家都很高兴的 你想 那年头 现在你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了 太贵族了 领着工资不比别人少一分 什么事可以不干 可以不去办公室 明天交几条论文就算 就算一份开始了 有的还交不出来 对 有的还交不出来 大多数是交不出来 因为那时候刊物当然也少了 对 你看 这个全世界哪找去 是吧 你别的眼睛都要上课的 当个教授辛苦得很的 对 所以那两年 85年 然后87年我就出来了嘛 所以那几年在社科院 北京社科院那日子过得很舒服 当然那时候政治气候好转了嘛 大多数开会也都去了 各种活动参加的也都 这都是后话 从竞选那段时间来说 就是竞选之后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结果 就是分配 给我所谓穿小鞋 也不跟你说你什么 但是呢 就是说就是别人都不要啊 都别人不敢说啊 而且在事实上来讲 刚刚在根据你的回忆 你当了人民代表以后 也没有做出什么今天中队的事情 当然没有 什么都没有 嗯 对啊 所以就是因为竞选了 对 就是因为成功了 是的 反而那些没有成功的人 当时也没有收到特别的处理 对都没有 整个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是可以估计的嘛 就是第一你是在校园进行的 那么多同学 不像民主强 民主强他认为是社会上的 就是没有你的本单位作为后盾 你在你本单位之后 那是不一样的 上面整起来就很困难的 嗯 另外呢 毕竟得到那么多同学 那么多人的同学老师的支持 另外你 你学校领导 你是介入其中的 所以证明了他才没法整 而且当时 这话好说会 当时整个政治气氛是那个气氛嘛 对 所以是人家 上头免不了会有些比较保守的人 要发话 说怎么怎么自由化不对 底下没几个人把这个占回事 对 尤其是 从理论上绝对不会认同你这样的东西 只不过觉得 哎呀你上头有人讲话了 那我们 是不是得 得做点什么 当然这大事化小小事化的 都是本来这么一个态度 所以 当时应该说这个 其实这个 当然这个 我觉得我也是应该这个样子的 我因为我当时 我一想 这个我当年 包括从最初写言论自由 我的报道目的之一 就是要 开辟出一种 这个 非英雄的道路 就是说我们要做事 要说话 要说出很重要的话 要做出很重要的事 但同时呢 所以要让自己相对的安全 不要让自己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 那个不单单是我们自己不愿意的付出个代价 更重要的 你要向大家证明 有这么一种路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些事 可以说些话 又没有那么大风险的 别以为非要去当劣势不可 所以如果我自己到头来 真的为了这么一件事 我就遇到很多麻烦 等于我这说明我整个路没走通嘛 所以我当然需要证明是没事 你看我说这事 说话打击报道很小无所谓啊 根本不 我说一般人都可以承受了 没有承受不了的问题 对不对 你要做些事 免不了贸易定的风险 免不了贸易定的代价 但这个代价风险是在 完全可控的 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所以这个 所以基本上这个情况就是这么过 你要记得当时候 李诗贤教授他也当选了代表 对对 他是跟你同一个时间吗 不是 他是后来 他是后来 他是到了这个88年 88年才选的 因为在那以后呢 他选举法又做了些修改 改的呢就不像原来那么开放了 所以底下搞竞选活动 而且那一学校他又比较控制 就不像 就再也没有像我们那一届搞那么开放了 那这么一来呢 因为你没有人跳出来竞选 那就没有给大家一个 比较多的表达的机会 也没有法让人家了解你 你要像北大那次竞选 如果不是有那么长的一个月的竞选 期间 让我给自己宣传自己 那谁也不认识我呀 那根本不可能当选的嘛 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成了什么情况呢 在 李淑贤那次权代表 就是因为方立职责 大家都中所周 都知道了 而且都知道他是方立职责的太太 而且在学校大家同学对他影响也很好 因此 只要有人提这个名字 那大家很多人不喜欢校方的人 不喜欢校方候选人 就会填上他 因为你这个在没有竞选过程中 投票案里说你也是 可以写任何人名字的 对 除了官方指定的候选人之外 你可以写上你自己喜欢的人 但是因为你们不可能商量 你们永远挪起鼓不起 你说张三我说李四到时候谁的票都得不了 对 而且我们每个人都估计到是这个情况 所以每个人都不会提他的心上人 都会按照你官方说 好好好我们就填上这么谁 对不对 如果实际有人专门策划这件事 通过一种很小的成本 很少的时间 就让大家多数人 把这票积到某个人头上 那就很容易当选商的 对 他就李世言就这么选商的 嗯 那你后来就是 有没有一些西方记者找你 官方记者找你 官方记者找你 写内餐或者是西方记者写 去报道出来关于你的 这个 在选举期间 先是北大的一个留学生 叫张梅山 来自阿根廷的一个华侨 他那时候大概给海外一些刊物写文章 就做了个采访 你看我那个照片 一个头像那讲话的那个 对我还有一个毛泽东像的 那个照片 你看这是 请我们导播找一个照片 就是这次 就是刚才那四个里头有一个 就是这个 对有一个我背 背影了 我一个人的 对一个人的 对 对你讲 对 那就是他的宿舍 嗯 他们留学生宿舍 嗯 还有一张 彩色 再换一张 彩色的一张 对对对对 这一张 你看大家是校灰还是北大校灰 校灰吗 背后不是让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照片吗 对 那个就是在他们留学生宿舍 那张梅山 你跑到留学生宿舍去 对 做了个采访 嗯 然后就发表在 这个七十年代上 嗯 香港的 礼仪的 后来叫九十年代 后来叫九十年代 然后后来呢 因为我的论言论自由 这个文章 在选举过程中间 同学把它 刻成油印的 刊物 一个小本子 嗯 然后那个东西也传到香港 然后七十年代 又连载了我的论言论自由 也在八一年 大概连载了三期还是四期 所以你这个论言论自由 就是早于武汉的青年论坛 好几年 对对对对 第一次签字发表的 就应该是七十年代 是八一年的事 嗯 这个时候就是那个张梅山有个采访 另外呢 还有一个在马 当时在马列所工作的一个人 那跟张刚都很熟了 叫梁中峰 嗯 他用笔名写了一篇短的报道 给了香港的真名 嗯 真名有这么一个报道 都很短了 嗯 再有呢 当然有个瑞典的留学生 嗯 高高大大的 嗯 他跟我聊了几句 他对这个事情 也有感到有很大的兴趣 那就这些 别的都没有太多 那个时候西方记者 也没有特别敏意 巨大这个新闻 对对 很少很少有人注意到 对 但是你后来在 你说陈古印在海外知道这个 你的名字 他有可能七十年代 有七十年代 因为七十年代 基本上是知识文字都开始杂志 对对对对 很可惜 停刊太早了 已经停刊到一二十年了 对啊 但是李仪先生好像身体还不错 对 他还在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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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写了一篇关于我的一个什么中国病毒论的一个评论 对 我见过他 他在纽约见过他 那多少年前了 九十年代的时候 对应该是 八九刚过没多久 应该是快三十年了 对对 他们很快就停掉了 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就停掉了 很可惜了 很可惜 那么这个 你的名字还是被外界注意到了 嗯 那么然后你在社会院工作 参加很多活动也正常了 但是 给了一个机会给你 就出国了是不是 对那是后来的事了 就是都出国了 你中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值得 嗯 中国当然就是 嗯 进了这个 到了北京社会院之后 因为政治气候又又变化了嘛 是吧 呃 特别到了85年 86年 呃 86年有什么政治改革讨论 搞得很热闹 嗯 那一年参加的活动就比较多 呃 包括首先是去广州 呃 参加广州这个也有情愿 包括情愿论坛 和广东的这个华南十大 指揮所联合主办的什么就是 一个一个研讨会 他说其中全国各地的人都 是余游君 是不是余游君 不 那个叫 呃李克明 那个人 李克明对 李克明那个副校长 也是指揮所的所长 嗯 他那是主持的 嗯 就是那时候这样认识的刘安 就是我们西安的那个刘安 西安的刘安 你看早几天正式光剑了我 他说 嗯 我做了三期节目关于刘安的 他们都西安的人都听到了 哦 所以很感动啊 什么我们西安这么一个刘安人物 是是是是 你怎么还讲三次 对对对 因为他去世了嘛 对对对 其实我那次会认识他的 嗯 在广州开这么一个会 呃 因为那次会当然 呃 那时候青年了 那时候我言论最后还没有发表 但是那些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了 因为他竞选这个事儿 还是闹得比较大 大家都知道 好像随着是不少朋友 呃 呃 那次李克明还专门叫我 到他 叫他屋里去跟我聊聊天 不要啊 交了一些反动思想 那老头儿也挺反动的 就是说 啊 我最记得清了就是他 他就说 他说 哎 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 很马克思主义吗 我说对对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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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他不不要表明 他是赞成五七一工程了 他说很马克思主义 哈哈 这个计划关于刘安特别深 然后就是那一次 去广州开会 呃 然后当时 周维明 就原来北京之分的 他们的头头嘛 对 那时候已经在舍口工作了 啊 他给我 叫我 开车接我 到舍口 去去见袁庚 嗯 嗯 因为我袁庚也没见 因为我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间 有一次 呃 袁庚跟 的儿子 袁中印 和我北大个层叫韩邦凯的 西语系的 那韩邦凯就在舍口工作 嗯 到北京来玩 到我家里来做客 跟我聊天 嗯 就问 哎 说你因为没兴趣想去舍口啊 嗯 他说袁庚呢 实际上很开会 他知道你了 你要去很愿意啊 啊 后来我说行啊 可以 那时候没工作 我叫哪都行是吧 啊 结果这事也没有成 后来他们常常说 他们那实在没有 你合适的做的事情 嗯 对 这个地方他没有研究机构 就一个报纸 叫谁搞通信报 对 对 所以那次 然后我们一块去到 去去见 去见阳庚吧 就是那时候 就见一次阳庚 嗯 那是开头 然后 接下来 活动很多了 尤其是后来这个 青年论坛把 论言论嘴发表 影响比较大 首先是在北京 我们 首先就在 就在我们这个这个 北京社区院 这个所在的地方 也就是马力所所在的地方 车框庄那嘛 嗯 就开了一个研讨会嘛 啊 就是 讨论 这些专门讨论 这个论言论嘴发表文章 啊 像当时一些年轻的朋友啊 包括干阳啊 陈子明啊 王君涛啊 黎明啊 这些人都都都 都参加了啊 还有些老老的 那个时候的黎明 特别喜欢提问 对 特别喜欢争吵 对 然后些年纪大的 什么李毅宁都写了一些文章 来 说杜如吉啊 还有这个 嗯 那个不久前 前一年去世的 呃 河 河 河家栋 嗯 工人出版社 对对对 他们这几个前辈吧 是吧 都写了文章 写了推荐很 很高度赞扬的 所以那次开了个文章 发表之后 又有 有这么个座谈会 而且座谈基要呢 也等到下面这一期的青年论坛上 但是 再下一期 就是 绝唱了 就是最后到八 七年一月份出了一期 所以你在那个时候 是不是就认识高范林他们呢 对 应该是那个时候 高范林还是谁 他们是 我刚刚讲的 吴越山认识的早 蔡崇国都认识的早 蔡崇国认识的早 蔡崇国认识的早 在这个 他们的武汉那批人 就是 李明华那些人 当时就认识了 另外在武汉也开过好几次会 然后有时候还跑到 川大去讲演 那时候都要走了 在川大也在 也川大去 主要是 我原来老师 老师的他们的 孩子的同学 在川大读书呢 赶快叫我 去川大去讲演去 那个时候的大学 经常去请一些 莫名其妙的人物 像你这样的 也不知道在哪里来的 对 因为 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大家都跑去听 好像是一个风潮 是个风潮 是个风潮 听众多得很 整个房子的集满 很热情 所以那些年 我开了很多会 到处开座丹会 还跑到 统战部 开过一次会 还到了 中宣部 还开过一次会 还到 团中央 开过一次会 我不是老讲吗 团中央那次会 那 走开 好像是个夏天 开完之后 大家 几排人 站在团中央大楼门口 门前照现 我还跟旁边人说 我说你看 我说共产党搞乱套了 把我们叫团中央来了 我们就是这么反动 我们怎么把团中央来了 那个时候很奇怪 你看八八年 我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 金融兵馆开会 那个后面站的人 都是有尊人 什么红色巨的秘书 什么什么什么 那很正常 很正常 而且你开会经常是 什么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办公厅 什么国务院 什么机关 好像大家都没有了 对 那个时候 所以我说那个时候 是中共建政院 最和谐的时候 最和谐的时候 官和民之间 不同的家庭背影之间 大家完全打成一片 完全没有格 虽然知道 谁是有可能有一些麻烦 虽然知道那个时候 上面也斗得很厉害 什么反自由化 清除精神物压 但是整体来讲 是 整体性是非常好 非常友好的 你看那时候包括 你看 李盛明他们后来搞什么 21世纪文库 搞一些书 重书 都是叫什么邓普方 叫这些人 担个什么编委 挂个什么名 也就是他们都干这些事 也就是很多事情 大家都是一块在做的 至少他们也是互相参与 互相有参与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这个 我个人跟他们这些人 打交流打得不多 因为我也没那个习惯 我就喜欢跟那些 比较谈得来的人 跟人 但是至少那两人我知道的情况 是 不管你所谓 现在叫太子党 黄二丹那些人 也好 跟这些 当时 参加过民运的人 后来被叫做民运人士的人也好 当时他们作为个人来说 有很多接触 而且有很多事 有很多合作 其实那时候大家想的真是差不多 大家想的 就像刘猶元在他的进展宣言里 写的一个道理 因为大家都觉得过去那种东西 是不行 都觉得应该干 而且他们心目中的 那个蓝图未必是那么清晰 但是都觉得肯定是应该是更自由更开放的 在这个问题 这要在这个中青年一代中 几乎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 你很少能看 在那一代人间看出 讲一话 多么僵硬 多么僵化 多么主张 加强这个强化专制 你根本找不着这种人的 所有开各种会受欢迎的那些讲话 那都是这种这种讲话 就比较开放的 都是谈自由谈民主的 所以当时这是整个80年代的那个气氛 因此在86年 你看我 因为我87年来到美国 86年临走之前 我跟陈子明他请我吃顿饭 我们都聊都对形式估计很乐观啊 那我觉得这种形式 只要再持续个一两年两三年 就不可逆转了 就不可逆转了 他人都这么想的 都深入人心了 你想把你搬不过来了吗 嗯 那你后来是怎么接到这个 美国哈佛大学的通知 你怎么会想到要留学 这个完全是朋友帮忙的关系 我们研究生的一个同学 叫杨炳章 我当然知道 他后来不是在哈佛吗 对啊对啊 他跟我 我们是一届的 他是外哲所的研究生 因为北大搞外科学有两摊 一个哲学系 有个外国西方哲学研究室 另外呢还专门一个所 叫外国哲学 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所 他是外哲所的研究生 我是哲学系的研究生 嗯 然后他在80年的时候 等于也就是还没等着毕业 他就联系好到海外留学了 然后后来先生读个什么校 然后后来就到了哈佛了 啊 然后他每年他会回来一趟啊 啊 回来上呢就 因为在我们念书的时候 我们就我们就住了一个楼 没成楼嘛 就比较谈的来 嗯 所以就到我家来看我们就聊天 他就问到我 他说你想不想出去留学 你要想我可以帮你联系 啊 这样子我就说 哎呀我说要出去留学太麻烦 还要考佛一大堆事 哎哎 他说你的情况不一样 也许可以 这是都可以很简单很容易办 嗯 他说我帮你联系联系看 我说好你要联系联系 联系的顺利是吧 那那当然行 我们得出去看看嘛 就这样 他就帮我联系了 而且联系得非常顺利啊 就这样子联系的就是 呃到哈佛 当时他给戈达 戈达也给他找 也找过李彦友 嗯 嗯 那个时候 那李彦友不是刚出 那时候刚出的本书吗 中国的民主 还专门最后 不是 还专门有有个章节 谈到这个这个北 北大的竞选的事情 所以他这个情况就比较了解 然后他 哈佛一个哈佛一个戈达 都给了这个 这个录取的通知书 后来当然选择去到哈佛 也都给了很很高的奖育金 那年时候没有奖育金 谁也不能来的 没有钱嘛 没有钱嘛 不像现在 是吧 就是 刚好就是这个样子 那 那 那这样的话 这个 你留学的时候 没有人卡你 没有人卡 因为86年代的时候 正式非常宽松啊 嗯 那个正式 所以你想把我弄到团庄去开会 弄到中宣部去开会 你看 中宣部 我那次去中宣部 我还以为 可能都是一些 所谓 所谓我们 中青年理论工作者 一看 就我一中青年 别人都是那些 就是比我们上年纪的人 但是老革命老干部 接着把我们的东西开会 所以我 我 当然 当然 人性的变化 你现在很多没有经历过 你都很难想象了 对 所以当然大家都觉得 你那个自由化前景 是很明显的 是很非常明确的 对 所以那时候 不光是那 北京那么保守的地方 那北京电视台 我也上北京电视台呢 咱们也搞了 那时候搞大学生辩论 电视辩论 叫我去当评委去 那时候北京市的管 那叫徐维成 是左耀命那个人 对啊 对啊 那他在当部长的时候 那时候就叫 他当过北京市委副书记 对啊对啊 而且那时候他还在任上呢 那就是北京电视台办的事 就叫我们去 你说那时候 他们这人都在 都在朝这边靠 都在朝这边靠 嗯 所以到了你看 你看八九年前 就明映还没有起来 胡销木就来回赐美国嘛 就是他大伙他想了 我都退休了 那这辈子总统到美国来看看 到底反了一辈子资本主义 怎么回收走来看看 那次来 他低调的很 没有说任何僵化的话 没有 那是八九之前 整个风气是那个风气 完全是那个风气 所以那个时候 你任何人 你在中国 你比较深 你都认为那个自由化大事 是不可阻挡的 完全是人心所向 所以那根本的 像我们这种 当那个时候 就是很受欢迎的 到哪去开歌会啊 什么的都 都还是很重视 1986年你就离开了中国 87年 87年 对 那你离开中国以后 陈子以后就没有回去过 对 就没有回去过了 你当时候离开中国的时候 不会想到这一点 那当然了 当然了 整个情况后来变得都太不一样了 第一 这个 当时我们 就像我走之前跟陈子民讲的 我觉得这个情况 那不要几年中国就变好 就变好过去了 当时我们对这一点都还 非常有信心的 因为确实实实 我觉得这个当然 说起来非常遗憾 整个八九 整个六四 是整个事情 出现了就是 让人们 这个始到危急的一个巨大的变化 好啊 你想在这之前 八九六四之前 整个 从四人王垮大 一直到八十年代 中间虽然也不断的出现事情 隔三差五的 就反正自由化了 一会儿清除精神污染了 但谁都知道就那么回事 没有几个人把它当真 很快会过去 很快就过去 而且呢 那自由化呢 下次马上就卷走重来 而且一卷走重来 就比第一次还凶 对 而且每一次在自由化后的 清除精神污染 被批判的就是 社会上给他们 非常好的荣耀 对 所以 社会上的荣耀 已经足够可以抵消 党在他的处理 是的 所以他没人在乎这个事儿了 你想就像 上次 那个 王丹元来讲到过嘛 你想 八八年 五四 那也是 这个 纪念这个 北大孝幸 隆重的很 政治局 常委都去了 胡奇力都去了 在办公楼里 他讲话 那 底下的听众 那都是挑出来的 嗯 就是学生干部啊 党团员呢 嗯 那 你看到什么加强党的领导 这些底下都嘘声一片 对 然后第二天 他们几个王丹 他们几个在北大那 图书馆那些地方 就 举行这个方立之的 这个讲演会 那为者如主 你看 而当时我们方立之已经打入领策了 给开除出党了的 你看 当时就那个情况 啊 你政治局 而且胡奇力大家都知道 党子算是开明的 对 当时又政治局常委 管医事形态 对 当时居然就当着你的面子 就补买你的账 而底下别人就会 就会 对方立之就会这个态度 你看 所以当时他那个 他整个过程 那个权威 过去那种权威 左的那套 真是完全没有权威 哦 那我最好问你一个问题啊 这一集 假如你知道后面那种情况 会出现 出现89年 出现今天这种局面 还给你一个历史的选择 你是在1987年离开中国 还是会留在中国 那当然 当然那就是留在中国了 让事情好的方面变化了 就是也许我们 更多人在这会做得好一点 让他避免出现六四这个情况 因为要不然整个事情本来 这个是非常非常以下 中国运 吃了中国经历了那么多灾难 本来是完全可以很平稳很顺利的 走向这个民主转型之路的 你觉得如果你留在中国的话 你还是有可能会发挥一些力量 有可能啊 当然是有可能 因为很多时候 呃 就不是说我们对自己的力量估计多大 但是有时候在各种过程中间 呃 就是多一分力量和少一分力量的区别 人家有时候的一个力量 它就会突然扭转矛盾 对就是 实际上常常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你有一本书的名字叫 要给我一个指点 对对 是吧 确实是可能的 但是我们这一期已经够长了 够长了 我们剩下的话 在未来的这个这个节目里面再继续讲 有时候可以穿插回到 回忆中国这段历史 所以这个在真是让人非常 也千古遗憾 这不是个人的遗憾 整个民族的遗憾 整个国家里面 你可以说整个人类的遗憾 但是如果历史给你一个机会的话 你就会毫不疑问的会留在中国 那当时候当然了 也许你会认为 对 如果给了你一个指点 你可以站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 或者是在北京的时候 你可能的一个演讲 你可能的对知识文字的影响 可能会情况不一样 嗯 是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因为当时我的情况呢 会比他一般的情况好一点 那就是 呃 比如对大学生来说 他要知道你是个民运人 有这个背景 因此他会把你看到和那些知识 那些学生不太一样 比较信价 那个时候的知识 知识分子之所以 很难发挥作用 就是因为在大学生看起来 你们跟我们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 他不太认同嘛 他不太觉得是自己 所以那些知识分子 唯一那样得到 学生的认同 他们采取的 比学生还要激进的手段 对 否则的话知识分子登用不了 是的 当上的 这个刘晓波他们就是这样嘛 对 学生不能接受他们 对 所以他们本来一个已经 平下来的结识 是 他们要重新把这个结识弄起来 当时我在北京饭店 是 都有点不可理解 是 本来这个事情是不是 就是为了取得的话语权嘛 对 就是取得自己人的身份认同 对 取得这个资格 对 这就是有时候的 纯冬运动的一个很 就是说 你开会 一做事情 好像谁都比谁激进 是 是 这是很灾难性的 对 好了 不过我们今天这段性的东西已经讲到这个地方了 我们这个下一场跟大家继续讲 对 然后胡平到了哈佛 到了哈佛 会怎么样 到了海外 他的思考 他的人生 完全不一样的进家了 那我们 请继续收看 明镜电视人生之中 我对胡平先生的长篇访问 现在已经很多集了 但是未来还有很多集 好 谢谢胡平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一直有一个念想 这个念想就是 怎么把 遍布在世界各地的 就是把他们的思细 把他们的价值观 能够更好地呈现出来 而这个呈现 不是像社交媒体 现在是这样的 杂乱无章 所以怎么建立一个 建不论算是 论自由 这么一种宽度 同时呢 又让他们的思想和品质 能够得到一个保障 这就是我建明镜 电视平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想有一个思想观点交流的这个集散地 这些人才的思想得以表达 这些人的知名度 也因此得以增加 强烈了一个新的电视台 叫明镜大家台 这个大家台 就是要大家来参与 一起来建设这个明镜 那我们现在准备有这么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